有没有反击的手段 拆头 不是很好的选择 拆头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上不去芬兰哥 你这个战斗鸟太幽默了 真的别再暗了 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教学 有一位老哥呢 他是碰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1500分上不去 然后在1400分熬了很久 看他也是从街霸舞时期玩过来 现在也算上到了大师 选择了好鬼这个角色 那其实这个游戏呢 上1500 就我一直说一点 就是我发现所有上不了1500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不会对空 对空可以在1500之前 你没有上大师之前可以没有 但是到了1500之后 那包有好吧 没有 基础的对空一定要做 可能对手会骗你会怎么样的 那些再说那是博弈的问题 但是基础的对手正面跳过来 一定得对空 OK 我们开始今天对责 上来特蕊直接一个冲拳 冲拳这边加针 当你看到屏幕会抖那么一下的时候 注意到没有 这屏幕闪了一下 屏幕晃了一下 加针 加一针 加一针怎么办呢 不要动 不要动 按后也可以 好 这边是直接一套进到墙角 下段 戳完 抢招 抢招的话 下轻拳虽然能抢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抢下轻拳 往往是抢不到人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你想要去推开别人 可以尝试用五针的招 也就是你的战轻角 我们看一下 你在这里 对不对 而且对手这边是投空了 投空了 如果我看到投空的话 我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会怎么做 用比较快的战轻角 那这样即便你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也是可以找到一个机会 直接打出去的 好 这里吃了个tc倒地 对手这边 特瑞所有的下中拳都是-1 这个时候干嘛呢 直接抢他轻攻击 他包没有任何人能操作的 没有操作空间的 那当然你第一下没抢 没关系 对手有可能会进防 我这么想 对不对 那下一个对手中拳喜欢打tc 中拳喜欢打tc 特瑞这个中拳tc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好 它这里防住 好 接下来马上按第二个tc了 我们来操作一下 金防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你不要觉得他金防很难 你只要看到他按那个中拳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出 你就直接按那个金防来对策这个东西就行了 当然特瑞后手会变招 比如说他不派身 然后他后手压一个重波 这个东西是后面的话题 当然对于他来说 就是 比较前期的这种刚开始玩的特论 更多的就会按这个tc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这里可以防住他 这实际确凡 不跟你开玩笑 好吧 道服系的站轻角能够确凡 就是除了最远距离的站中拳tc以外 所有的招 ok 在这里直接被虐惨了 就这么一招 才把打的方向都没有 而且人家还有还有对空反应 对不对 就是你缺乏了一些对策 导致对手在版面可以一直这样按你 尝试抢了一下轻攻击 发现距离又不太够 至少版面 这种对手开局这样跳过来 你在没有发波的情况下 我看你的指令啊 哦 有圣龙 有圣龙 可以 然后对手凹了一个圣龙回来 直接冲拳 负三 负三 负三的话我会选择直接投他 好他直接凹没关系 然后他又过来了 这一下点他 你 你这里倒地起来 他他还没收招你却拉到后 这个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他点不到你了 没关系 然后这边看到他投空了 还是没按 好他这里是 出空了对吧 我们来操作一下 对不对 我这里肯定会有反应的呀 大概就是这样 你需要培养一种意识 就是我拉后的时候 我应该期待对手会出现投空 出空招的情况 然后我用下中拳或者下中角 去抓他 刚才如果这种位置下中角 应该也是来得及的 你看 让我打的话 我一定能够抓他这一波机会 然后压起身 那你错过了这个机会 就意味着下一次的进空 又不知道猴年马月 对手还能继续追着你按 tc打空对手的斗气 好 打空对手斗气以后 好鬼能做很多事 我看你怎么做啊 哇 不要再按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真的 太可怕了 空了就死了 刚才对手第一时间是蹲着的 注意到没有 来我们切换一下 看会发生什么 一套3000起步的连段 然后他还能压你起身 不跟你开玩笑好吧 我就再刺一点 我 他不打这一套 直接进角了 那你觉得这个斗气 他没有斗气 还有任何意义吗 你这波进角 他要压你 真的 就跟你打一个打头则 打完了 那我不玩了我直接拉开 然后他斗气就满了 你的血量要落后一大截 没法玩的 不要 千万不要去按这个站中角 这个站中角是所有好鬼的噩梦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打这种分段 你会觉得这个站中角很好用 对手真要是稳一点的选手 他蹲在那里 你包没了 哥 好 选择空波想推过去 推不了板 发现好鬼对角色推板怎么那么费劲 对不对 好鬼对角色在对手没斗气的时候 确实没有什么很好的推的招式 好 又按这个中角 又倒地 来 把你的站中角这一招给我忘记 忘掉你有这一招 你就能上分了 哥 把你的站中角忘掉 你至少 这一关你得过 因为我知道你确实有时候是靠站中角 赢下一些对峙的 但是请你先忘记他 好 再来看一局 这一把是对肯 对肯怎么做 上来跳入 有这么急吗 当然尝试一下跳入也没什么问题 好 对手加珍你这边想抢个招 加珍抢招不合适 这边被扛到了 要确认升龙了 肯基本功比较好 后跳 后跳很危险 当然可以这么做 还来 有没有反击的手段 拆头 不是很好的选择 拆头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上不去分了 哥 你这个站中鸟太幽默了 真的别再按了 别再按了 你这站中鸟就把直接送分的操作 好 下中鸟放倒 又来了又来了 这里其实不要再这样子操作了 一 你有可能会金防 二 如果对手比较玩的比较好的话 可以直接升掉你 来 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我现在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 我看到你 直接往后退 我直接升了 这没有用的 你不要用这种招式 这种招式 都在送 你知道吗 他是在低分局有用 但是你只要往上打 你想上到1500 这种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招 你该怎么做呢 我来告诉你 好 那你到底该怎么做呢 下中鸟踢到缺反抗 第一时间跳过去就行了 下过跳过去以后加2 然后你按下中拳 他包抢不出来 好吧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头啊 或者是别的什么都行 但是不要再按到你之前的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 看起来就很傻 这种东西可能英太用的比较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深入人心了 来看一下第二灯啊 第二灯上来就有一个问题啊 来天魔空刃 这里看到对手难防了对不对 你这肯定有确认的呀 你不可能默认去推 你这只能投下一个缺反抗的头就出来了 开什么玩笑 你这然后你就按了个清拳 排不对的防住 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好吧 下中鸟探过去 然后下中鸟 抗到了 下中拳 然后有修正 修正什么东西 神龙没有 直跳 好 这个直跳告诉你 在1500分以上 你这种直跳基本就是在送 你这种直跳基本就是在送 那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你既然跳了 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我看到了 有补救的点 来给我来操作 我在这个点上 我会这么做 没有看到对手出败招的情况下 我不按键 他是不会被伸到的 看到没有 不按键 他是不会被伸到的 记住了啊 就是 我为什么要按键 按键的话 一般是看到对手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败招 他按了一个重攻击 或者他按了这个拆头 那当然他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按拆头的 所以这个跳重点 尽量不要去按 落地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 对手甚至有可能会按蓝防 对吧 然后看到他按蓝防 我前走过去投 因为导致你在接八六里面 其实会错过很多 这次不按了是吗 OK啊 看来你也知道跳起来 不要按这件事情 但是你这直跳真的太多了 你都做一个好鬼 来看一下 你是什么点上发的波 为什么会被跳 哦 这个这个其实 这个被跳就是命不好了 命不好了 这个这个没办法 这就是纯纯的命不好了 好到第三灯了 上来一个前跳 轻攻击摸完下中角之队探过去 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不是 就是默认就这么按下去了吧 啊 就对面不管什么 你都是这么玩的是吧 哇 这胆子真大 你知道吗 在高分局里面 在高分局里面 你这个清拳点 点到这里 对手会做什么啊 我来给你看啊 高分局里面对手会这样 天跳你一个逆向 不说 直接下 直接下段戳你 对不对 他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但唯独你这个战重权是真的 很凶险好吧 很凶险 这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要不要清拳清拳按这个战重权 一是打到以后你没什么回报的 然后后手呢 是你这个东西打到了 你你能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就绿冲取消 好 对手前跳 神龙 这都没神龙 对不对 你这种神龙不练 包打不过的呀 又开始了 直跳重角 重权 有一些太多无用的打法了 太多无用的打法了 就是我在那个点上 我那个跳重角 我都不会去按 我这前重权出空了 很危险 然后被对手又扛到了 对手打出来的都是有效招 而你打了一大堆的无效招 我们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要放倒人 你看对手放倒你的效率就特别高 总共要做点什么 又来了 站中角摸大角 你这站中角摸角 你刚才没摸到死了 我这中角猛暗 我这好狗 我哈哈哈哈 从何说起啊 OK 那给你几个建议啊 你在防守的时候很喜欢用直跳 那直跳的话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防守方式 但问题是 一个是要看角色 对吧 对手要是真的是可以 是走过来升龙的 那就是包吃的 第二呢 就是你直跳选项太少 你直跳不按键 直跳站 跳中角 然后第三呢 你要加一个直跳的空中奥地波 如果对手想过来按你 他会吃的 他想抓你落地 是包可以吃他这个空中奥地波的 好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这个角色的站中角 我希望你能收一收 好鬼的站中角摸奖 在低分段确实很好用 但是你要是碰到像我们这样分打上去 你想要上更高的分 会有很多的玩家在原地会蹲着 蹲着去看的 那蹲着看的时候 你要是这一个中角跑出来 那对不起 这一把你就直接下一把了 因为好鬼根本吃不起那个缺反 就那个血料 一套过来就是三四千 你好鬼能吃几次三四千对吧 再加个压起身根本受不了 站中角这个东西 打缺反用一用 摸奖 就不要按了 你去看比赛有人按吗 几乎没有 除非是你能确认的 这个就不要拿来摸奖 好 第三点的话 这个老生常谈生龙对空 生龙对空的话 我认为是到一千五 是必须要会的东西 就一千五你不会生龙对空 你没有办法去打一些正面的跳路 去做到稳定的生龙对空 你几乎玩不了这种倒服式的角色 实在玩不了的话 你可能得考虑去转 像我一样 用将军下重拳去勾别人 对吧 或者说跳起来截空 但至少是说 就是你要上到一千五以上 那生龙必须得会 然后第四点的话 就是一些角色对策 你得知道一些角色的弱点 角色的弱点 他比如说就是打过来 这个招式是负增还是加增 该怎么去对策他 然后看准了距离去按 这个游戏看准距离按 还是挺重要的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前面讲的 就是你需要去拉后 拉后 你要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去拉后 拉后是要去盯别人招的 我一般拉后 它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招 因为你会吃到对手的下段 然后一波倒地直接进板 所以你既然选择了拉后 那你一定要想好 这一波拉后 我是要有所回报的 那我需要去看到对手的一些招触空了 我去马上给他最大的一个缺反 要打他 好吧 好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了 有没有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